大家好 欢迎收看泼木未祸 为您带来的Pokemon GO BATTLE 我们今天继续玩胸罩杯 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肥腾 这个肥腾熊Slobo 他在胸罩杯的整体排名比较后面 但是呢 因为前段时间刚刚结束的 纽约市的胸罩杯里面 他表现强烟 所以说我决定试一下他 实际上在纽约市比赛之前 我已经注意到他了 因为他的特点非常的鲜明 他是可以彻底让Polygress 陷入绝望的宠物 是吧 我们知道Polygress的courage是很丰富的 不但是fighting还是water 他的大招有fighting的大招 有冰系ice pump 还有水系hydro pump 是吧 但是所有的这些大招小招 面对Slobo全部是not very effective 所以这个是Slobo 他的自身的一个特点 他的缺点就是跟其他的confusion user比那个总体胜率没有那么高 是吧 但这是对Polygress是非常的有用 他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他两个大招 一个water pass 一个ice beam 这两个大招基本上在胸罩杯里是不被限制的 而且还能在好多时候打出super effective的伤害 就是说如果你碰到了 你把能够成功的把Slobo锁定住对方的Polygress 你可以只用小招就干掉Polygress 展出了能量 是可以很爽的释放在任何接下来上来的第二个重上面的 这也是他比Cressella强的原因 Cressella也是可以只用小招干掉Polygress的 因为Cressella非常的肉 虽然他对hydropump跟ice pump也没有抗心 但他非常的肉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Cressella的大招面对的刚系基本上是被克制的 而不像我们就有个water pass 好 不多说 我们用肥臀熊练练 跟新加坡大佬试一下 这场我们的老八首发肥臀熊Slobo跟Polygress在后面 这里我没有带鬼 是吧 我说过鬼主要是用来打fighting 既然有psych是可以取代这个鬼的位置的 是吧 好 我这个智能也是比较balance 刚操格都有 结果首发不利 对方是stelex 我们是老八 老八是打不过stelex的 是吧 我们赶紧换上我们的肥臀熊 肥臀熊也是打不过stelex 只不过没有老八那么麻烦 换上肥臀熊跟stelex号一号 但是大家我们发现没有 对方并没有换虫 有可能他剩下的两个虫 对付我们的Slobo都不怎么给力 这是第二 这个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很有可能他剩下的虫 也有能够完胜老八的 是吧 所以这本基本上可以看出他后面有 poly wrath 那我们的麻烦就在于我们这个肥臀熊 Slobo被他的stelex干掉之后 我们的老八 我们有老八 他有poly wrath 是吧 这个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剩下就没有能够对付poly wrath 是吧 好 大家都互相不用顿的情况下 咱们的Slobo输掉了 但是已经成功的打缠了他的stelex 然后不是这个成功的把他的stelex 变成了我们的poly wrath的能量 好 那就看看他有没有克制poly wrath的 是吧 他如果带了他的那个美女gali 我们就麻烦了 还好他这一次没有带 啊他带的是这个这个阿罗拉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mary rock啊 拉这样的话 他是知道我有hydro pump 是吧 你知道我有hydro pump 我们就给你来个胸罩的感觉 嘿嘿 片盾成功 是吧 好 我们片盾成功之后 我们马上换上我们的老八啊 为了那个搞出点能量 然后我们一二三搞到三下 他再换是吧 还是成功的计算他能量 他果然有poly wrath啊 那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老八就下面一杯sacrifice了啊 我们的希望通过我们 我们的poly wrath 一个老八把他消耗掉 然后我们的poly wrath 再干掉他这个受了伤的poly wrath 然后我们还多一个盾 大家看见我们还多一个盾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指望我们的那个气蛙来一推二了啊 或者是一推1.5啊 好 他的power啊 胖气我们是不用挡的是吧 胖气威力极小 他即使再打我们一下 咱们也是不用挡的是吧 那个看看我们争取再放出一个stone 爱起来啊看看有没有希望 当然我觉得希望是不大的啊 虽然我们斩了三下啊 哎还放出来了 我们又放出了一个stone爱起 还是不错的是吧 他为什么一直没有放出他的炮 胖气来 他有可能想通过小招干掉我们 这个stone爱起快他打得冰死了啊 然后一下两下我们居然 居然把他打死了啊 他肯定是他贪心了啊 他可能不想再打出第三个炮 胖气想把能量留着对付我的气蛙啊 因为我两个盾都没用啊 在这种情况下好 另外我们这里就打了这不用多想了是吧 两个盾即使他偏骗盾崩克拉夫 他们应该打啊 他这里还反而骗盾失败了哈 我们这里再骗一个盾 再来一个paw up 胖气 因为我们的能量是够 海角胖气的 他还有一个盾 我们再来一个海角胖气 实际上我们已经不需要海角胖气了 他已经这点血 咱们用我们这个加强的bubble的伤害就可以打死他了 咱们还多一个盾没用的 这把不容易啊 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的 现在因为paw up 胖气被削弱 使得我们老八在对阵青蛙的时候有更强的反抗能力了啊 这个西洋波大佬他为了在我身上攒能量 使得他的那个青蛙居然在无盾的情况下输给我的老八了 当然我的老八之前是应该是先打了三下啊 涨了那个二十二十四的能量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的整体来说我们还多一个盾没用啊 这又说明我们如果老八先攒了三个能量 面对paw up胖气的这个青蛙 我们多用一个盾是可以干掉他的是吧 总之现在被削弱的paw气的不光是对steelix啊 包括对bastic这个青蛙都不是那么给力了是吧 当然他打鬼还是依然的犀利啊好 这把我们slopo其实发挥一般啊发挥一般是吧 我们虽然把它扔出去了啊 但是他对阵那个steelix还是打输了啊 但是好在他输还是输得比较有尊严啊 steelix的血量打得我可以让七蛙用小招叫他吃掉啊 好我们看这把我们首发slopo看看啊 这个会遇到什么样的对阵啊好 slopo出来了呦他上了是marvel啊 marvel的话slopo也是打不赢的也是打不赢的啊 而且看他这个marvel愿不愿意投资盾了啊 他要是愿意投资盾那我们估计会输得很惨啊 我这里不想甩出青蛙是吧我甩出青蛙 万一他甩出一个克制的那个美女gadwell 我的青蛙就白费了是吧好在啊 我们是可以打出waterpass的啊 他这个marvel是一直没有放炮阿胖紧 但是可能想在我们身上攒能量 来给我们七蛙一个play rough 很奇怪他是他连盾都没有用是吧 又想用零盾的情况下干掉我们 他成功了他没有用盾 他只用小招攒了能量 那个成功的将我们slopo干掉了 但是他自己也冰死了啊 这时候我们肯定是丢上老八 而不是丢上七蛙 是吧否则他这个play rough的话 会逼我们的盾出来 我们丢上老八了 不管有什么大招 我们都是笑一笑的扛下 好 接下来事情有趣了 大家发现没有 他居然派出了 Merry Rock对着老八 这是啥意思 这我当时想一下 这不是明摆的让我斩了量吗 是吧 是吧 好 后来我发现他这个Bone Club 打的还比较疼 看样子他是要跟我打消耗战 那我们来一个Stone Edge 将他带飞 看他挡还是不挡 按道理这种烈士对局 是不会投资顿的 结果我们一个Stone Edge 打过去他挡了 我们就开始知道 这情况不对了 这说明啥 这说明他后面的第三个宠 很有可能是打不过 我的巴斯蒂冈的 那会是谁呢 所以我这里不用多想 赶紧也挡他的Bone Club 是吧 这要保护我的巴斯蒂冈 然后最后想明白了 他第三个宠 很有可能是美女Gadewan 那这样的话 我最后一个宠是青蛙 是吧 所以他第二个盾 我也投资了 咱一定要把我的老八给抱下来 还真是攒满了能量 看看他第三个宠 是谁 果然是Gadewan 那我猜对了 我最后一个是青蛙 让面对Gadewan 肯定是非常劣势的 所以我力保 巴斯蒂冈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个Stone Edge 他还有一个盾 我们看看能不能再打出一个Stone Edge 这个下一个Stone Edge将是非常的关键 如果打不出来咱就叽叽了 叽叽了 好 Stone Edge打出来了 嘿嘿 这个打出来 我们给打完之后赶紧换人 是吧 就不给他多攒一克能量的机会 结果一个Stone Edge 直接就把他打得冰死了 咱们青蛙出来 一个Bubble将他干掉了 算是逃过一劫 感觉这两场Slowball的发挥也就那样 也就那样 是吧 但是Slowball的好处就是他面对Steelix 还是Marvel虽然输 还是输的比较有尊严的 好 再看这一场 是Steelix so far 然后Slowball跟Marvel Rock放在后面 这旁我没有带我的七蛙 是吧 刚才这个新加坡大佬 他的阵容也进行了调整 这不是同一天的 是吧 好 他上的是彷徨 彷徨叶临 对着Steelix Steelix打彷徨叶临 如果他是Hex 他果然是Hex 是Hex的话 我们是打得赢的 咱们 而且不需要什么滑滑肠子 直接Quunch就行了 他也不需要什么滑滑肠子 直接Filepunch就行了 当然他还有点滑滑肠子 他可以考虑骗盾 Filepunch比他另外那个骗盾的技能 值多5的能量 一个是Slowpunch35能量 Filepunch好像40能量 是吧 好 我们是一个Quunch 我们没有挡 他也没有挡 是吧 我们刚才想换一换 后来一看 这个好像没什么特别好的选择 是吧 就后面那个Slowpunch 跟那个MariRock 对鬼的都是属于互相伤害的 而Slowpunch还是比较怕他的 好 我们逼出了他一个盾 咱们估计 用盾还是不用盾的 我们现在感觉还能够长 吃下一个Filepunch 是吧 咱们也不用盾 好 因为他的hacks是威力非常小的 通过小招干的我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好 这时候咱就不去争了 我记得我说过在这种Sillings Cup手上输了并不是什么大事 能够斩一个盾 反而是大事 结果他最后用的是 最后用的是shadowpunch 大家发现没有 shadowpunch就没把我打死 没把我打死 反而让我又放出了一个框起 让他直接投资了两个盾 这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再投资一个盾 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两个盾都没了 你面对我的肥臀 肥臀熊你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说过Slowpunch的两个大招 打在你身上都是很疼的 是吧 看他上谁了 我有盾 你没盾 那你肯定是要吃我的大招的 你不论是哪个宠 吃下water pass 跟是icebin都是非常难的 好 他上的是Claydo Claydo在没盾的情况下 你打Slowball 在等盾的情况下打Slowball都是压力三大 何况我两个盾 你没盾的情况下就更不用说了 但直接icebin就可以了 难得用water pass water pass应该是打的 可能打的伤害更多一点 当然也不一定 因为water pass确实是一个 比较烂的一个技能 好 我们去投资一个盾 看能不能用小招将他干掉 还有一个earth power 肯定是被我们挡住的 看看一个二估计小招就可以干掉了 再加了能量 再打到他下一个宠物的身上 这把MVP感觉是Steelix Steelix 因为大家看见没有 彷徨翼琳对Steelix 一定不要去用 虾刀punch 你用虾刀punch 这个反而麻烦了 真是插了一丝血 真是大兵 好 直接给了他一个water pass 然后就换人了 实际上没必要换人了 什么Snowball 是还有一个盾在 再给他来一个water pass 这也是可以的 直接换上我们的mire rock 将它干掉 这把取得完胜 好 最后我们来肥腾熊 手法Steelix 彷徨翼琳在后面 看看 其实这一场 才是我经典的 那个Snowball的用法 是吧 怎么叫经典用法 一上来 碰见个鬼 怎么办 扔上钢 不管是Steelix 还是那个Busty钢 你总是把一个钢扔出去 来克制鬼 对方肯定是要换的 尤其是他上轨 他旁观演技 输这么惨 他肯定是得换 他换上的是Polyras 对Polyras 大家知道 有一定能量优势 如果你拦的Earthquake 是可以赢的 那么来 Earthquake 当然新加坡大佬 是吃过这个亏的 他很有可能会挡 他果然挡了 那也说明我Steelix 要打输了 但是不要紧 这一局 其实是真正的 体现Snowball 价值的时候 一切都是按照我的剧本来的 输了就输了 是吧 他跑跑换紧 来打我的Steelix 咱们再给他一个crunch 肯定是crunch Earthquake 是等不到了 说过Steelix 在涨了一定能量 大概两下 Dragon Tail的能量的话 面对Polyras 可以放出一个Earthquake 可以一个crunch 这样虽然要么就赢 要么你就让对方多用一个盾 是吧 好 作为Polyras 来说 这种情况下 你多用一个盾 是可以考虑的 毕竟你还大概有40%的血量留下 而且还攒了能量 如果是面对其他的confusion 这样的话是不亏的 但是面对Snowball Polyras 是没有办法的 是吧 你除了用Polyras 你还能用啥 用啥都是个麻烦 咱们直接用小招confusion 将它干掉 还多出了一个盾 然后我多一个盾 我的Snowball 再对着你的彷徨 夜灵的时候 咱就不是那么怕了 他这里都没用彷徨夜灵 直接用了Steelix 那咱们一个water power water power 一个水 打你身上是super effective 看你挡还是不挡 他最后一个盾 故意舍不了用 他啪了一下子 打了他这么多的伤害 然后他的crunch 我们是可以挡的 是吧 crunch 打我们super effective 咱们打一下是没问题的 是吧 好 然后咱们争取 再放一个water power 或者ice beam 把他盾逼出来 因为他这回又甩上 他的彷徨夜灵 还有一个长好的能量的大招 这个shadow punch 这个威力比较小 咱就没挡了 也打我们也是super effective 但是我们应该是 打了出一个ice beam 来的是吧 登登登登登 ice beam来了 ice beam和water power 都是普通上岸的情况下 ice beam 应该是更好的 是吧 好 打中了之后 咱们也换上我们的彷徨夜灵 争取用hacks 就可以把它干掉了 因为hacks 打他也是super effective 小招 打他super effective 咱们这个盾考虑省了吗 看看能不能 他如果再打一个下落胖起的话 咱们估计还是得打 哎呦 他还真厉害 连着两个下落胖起 那这个盾还是得用了 这个没必要 这个浪费了 是吧 争取我们在这个面对steelix的时候 多给他几个fire punch 好 我们斩的能量 肯定fire punch 他还有一个盾 他肯定是要交出来的 我们争取在死前 应该是能够再打出一个fire punch 来的 毕竟能量不是白斩的 好 他这个盾交出来了 我们应该还是能够吃一个crunch 是吧 再来一个fire punch 来了 嘿嘿 他已经没有盾了 当然这下是打不死他的 他应该估计还能甩出一个crunch来 等 等一下是super effective 打残就行了 哎呦 这也是几乎上快死了 几乎上快死了 那这把应该是赢了 我们slowball 最后出来一个confusion 就应该能解决战斗了 蹦的一下crunch 我们死了 是吧 然后我们再一个confusion 呦 出来有点卡 还是白白的被他咬了两口 不管怎么说 我们slowball剩下的血量 是足以杀他的steelix 是吧 这一场才是真正体现slowball的价值 这首发不力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翻过来 这个经典的操作就是首发slowball 如果铺上轨 你扔上你的steelix 或者抛尼杆 把他的fighter给诱出来 很有可能就是polyrath 给诱出来 诱出来之后 你的steel死了 尤其是steelix 面对polyrath 还可以多逼对方一个顿 然后死了 然后slowball出来收割polyrath polyrath即使在你的steel身上攒了能量 面对飞同熊 也是毫无办法 是吧 因为所有的大招都是被限制的 然后把polyrath变成自己的能量之后 然后再对阵这个鬼就没有那么吃亏了 是吧 好 关于slowball的录像先放这么多 后面再放新的一天跟西加坡大佬练习的 没有slowball 两则录像 这回我用的是polyrath带双轨的阵容 这个阵容明显没有缸 对他的鬼的话 就只能靠我们的青蛙了 好 一上来 我们的maryrock碰上他的青蛙 是吧 当然我们这个阵容对付青蛙 本来就不是很给力 那就消耗呗 你的我用一个鬼消耗你的青蛙 是吧 我们在再出一个鬼的青蛙下 你就不好搞了 好 我们看看一个霞德波打过去 大家发现没有 他这个青蛙的技能又变了 他竟然用icebin打我 他竟然用icebin打我 那只有一个可能 他另外一个招数是dynamicpunch 为什么只有一个可能 他如果另外一个招数是hydro pump 他肯定会喷我 他如果是power up 他也会打 可以提高他小招的威力 另外icebin是被我克制的 不是icebin说错了 icepunch是被我克制的 他竟然一直用icepunch打我的说明 只能说明他另外一个招数 不更加被我克制 大家看见没有这样的话 dynamicpunch和icepunch 组合的polyrest 面对着面对着我们 这个maryrock是非常的无力的 你看咱一个盾都没用 把你的两个盾都逼出来了 拉里后面还有什么好挡 是吧 那我一个鬼完了之后 你再面对着我下一个鬼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办法 那你只能换人了 好 那你既然换人了 咱们给你一个富洋punch 我也换了 咱换上我们的青蛙换上去 你这个大嘴巴 他真的是白白的被我敲打了 是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用icepunch 跟dynamicpunch的这种组合 因为实在是面对着这个熊爪杯低轨maryrock的时候 太无力了 大家可以看到 那简直就是一种绝望 你只能用icepunch去打在一个火系的一个宠石上 然后我下面一个鬼 他看到我两个鬼估计是绝望的 然后换上这个mary maryrock之后又被我的polyrest给干掉了 这时候他已经没盾了 他没盾的情况下 你面对着我扔出这个maryrock 那咱们肯定是一个higry pump送你飞 我觉得这种punch跟higry pump的 这种组合还是比较完美的 是吧 这吹的一下子 这后面简直是一直掠杀 是吧 这两个盾对0盾 肯定就拼地啪当的将它掠杀了 是吧 咱们肯定是挡了 我已经知道它是dynamicpunch了 是吧 这个没必要在消耗 当然他骗了我一个盾 他用icepunch吸引了我一个盾 当然这个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是吧 这两个盾都用了 有怎么样的icepunch比dynamicpunch 就是少10能量 你骗的的意义也就是10能量而已 这dynamicpunch出来了 我们的punchpunch来了 我已经是加强过一次的 再来一下子就加强过两次了 这样用小招对拼的情况下 肯定是他输的 是吧 我们这个八宝对他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何况我们这个punchpunch 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是吧 鸡鸡 咱们在阵容上 还有技能上都完美的克制住了对方 好 我们看看下一局 好下去我现在又开始进行阵容调整 是吧 咱们拼拼错了一下 应该是sing1 大家看见这是clado 还是在我的sing1里面 是吧 这一并是slobo还在测试中 还没有决定用它 但是马上我网上有三个 线上的三个singscop 我决定slobo注册一个clado注册一个 好这一上来他是dynamicpunch dynamicpunch说了打鬼不给力 但是打我的sing1是比较给力的 我准备抓住司机 换上我的阿罗拉的这个maryrock骗他的dynamicpunch 结果失败了 失败了 没办法只能用一个盾了 否则估计要被秒了 是吧 好 那这样的话 你用了我一个盾 咱们用crunch骗他一个盾 是吧 因为我们已经用了盾了 他其实觉得我用earthquake的几率比较大 估计也会用一个盾 是吧 好 然后差不多 我在他的dynamicpunch换人 哎呦 哎呦 结果没想到我换他也换 那这样的话 我靠 而且是两个一模一样的 这个 这个鬼火maryrock的对决 我们来一个bong club骗盾 看看能不能骗成功 是吧 如果骗没骗成功的话 那我们就麻烦了 当然也不麻烦 如果他我们打输了的话 我们派80的杠出来 那个把他生吃了就完了 这也是我用盾的原因 是吧 即使他也骗盾成功 然后我这个最后 那个shadowboard放的没他快 咱们也不是特别的害怕 毕竟咱们有80的杠在后面 是吧 好 结果事实确实我的shadowboard比他快 这样的话 我有chargeable priority 是吧 也可能是我感觉我先比他换上的 也可能比他领先 因为这个10的能量 那这样的话 我优势就大了 我现在还有这么多的血 是吧 好 拿这里 他扔出的是他的彷徨夜灵 是吧 然后再可以把我打残 因为他肯定是打不赢的 因为我的shadowboard是可以秒了他的 把我打残是没啥问题的 他的shadowboard 毕竟是放的比较早 好 咱们的shadowboard来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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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又干掉了彷徨夜灵 这下是我的murrock立功了 是吧 崩的一下子 super effect又死了 然后他的powerpower 来咱们赶紧换上stelex 这为什么要换上来骗他的icepunch 然后这如果不骗出icepunch 咱们别看咱们现在理线 后面还是有可能输的 骗到icepunch基本上就赢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如小招干掉了我的阿罗拉的 Murrock的话 咱们是非常危险的 是吧 因为我们后面第三个重是bustica bustica面对dynamicpunch的power 是没有机会的 是吧 上一次我的bustica成功的反杀了他的青蛙 那是因为他是pow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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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也可能是因为上一次的对局 对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他给他换成了dynamicpunch dynamicpunch打钢非常给力 但是打鬼不给力 但这一次我正好戴上了两个钢 这也是我错误的在阵容上的选择 这也是我学到了 我比赛中间如果知道了他的青蛙 对方的青蛙是dynamicpunch 千万不要排出双钢 双钢振动 是吧 那一个七蛙可以穿两个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